我去我的估算能力越来越强了 50块钱 漏了一地 待会不会爆炸吧 这漏了多少钱呢 我去这漏一车的 真的没事吧 从这里一直漏到这里 我就这样开走了 好吧 新的经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一兔 2024年11月3号 我在西藏的八清县 现在海拔4200米 有小伙伴问我 是不是 灰1250一定要加95号油 现在我的公里数是4640 一直都跟他加的92 没有给他奢侈的加过95号油 没有太大的问题 到西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92还是95 看大家自己的偏好跟喜好吧 跟本身灰1250 它的焦嫩程度 焦弱程度 没有关系 这一段海拔4200到51的油耗 我给大家算一算是多少 有小伙伴说我油耗一直计算错误 我这段路海拔4000到51 算出来是2.6的油耗 我有没有算错 大家帮我核实一下 如果是2.6的油耗也太低了吧 我给大家讲个特别搞笑的 在这条路上是不限速的 现在海拔应该在4300米左右 这条路上不限速 就是你可以把速度拉到八十九十甚至更高 但是它就会突然出现 一个那个检测的一个站台 限速30 大家千万要注意哦 我第一次的时候没反应过来 现在反应过来了 新的一天 小伙伴们我到布达拉宫了 假的 像不像 我为了它专门拐进来的 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 在先沾